魏塞基 学习释迦摩尼 半般教学 化解充足 促进社会安定世界货币 我就讲这么一个题目 所以这时 以前没有过的 以前他们避免宗教 现在居然用这个题目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 十月份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题目也正好当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网络上的同修有十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她说,我母亲已经出家,并受居足解。 但出家前只是办了一个假立婚证,并为父亲找了老伴居行婚礼。 至今有名无始的婚约仍旧存在。请问这样有什么罪过?如何补救? 这个学佛呢?不一定要出家了。 黄念族老居士曾经给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她说,她说在古时候出家修行,确实在家了比出家方便。 因为真正可以把世修行把世修放下摆脱。 在深山这个寺院里修行。 那个时候,社会上常讲,无私不顿三宝殿。 出去这个寺院里面很少有人到那边去。 一个月当中,能够有十几个客人就很多了。 很少人可以跑到山上去。交通不方便,都要走路。 那这个寺院。 那这个寺院往往距离城市有几十里地。 从山下爬到这个山上,有的时候山高的时候要走两三天,走上去。 所以谁有这种闲暇了,去干这种事情。 所以寺院很清净。 住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一尘不染了。 成就当然很殊胜。 所以这个出家开悟的,得禅定的,念佛往生的师徒。 那么有些居士,家里面比较富裕一点。 没有这个家庭经济的累赘。 他把家安好了,他每一年也会到山上去住个几个月,住个半年。 他在那边休息,他在那边休息。 这个有的。 所以,这个修行成就呢,确实是出家男众最多。 第二个是出家女众。 第三种是在家男众。 在家女众成就的很少。 这是从前的社会。 现在整个社会倒转过来,都要知道。 现在社会这个佛门的这个成就的情形呢。 在家女众修行成就最多。 你看王僧瑞相的在家多。 第二呢,在家男众。 第三呢,出家女众。 最糟糕的是出家男众。 所以现在整个颠倒了。 这个是事实。 黄老爵士讲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 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是我们要知道。 所以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 你要想真正修行成就,你出家就坏了。 出家怎么办? 你本来是把女众母,她妈妈是女众母。 本来是第一,现在一颠倒排到第三去了。 这错了啊。 那么你说寿戒,说老实话, 现在寿戒是假的,不是真的。 这个话呢,最早是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欧耶大师说的。 欧耶大师的著作很多,很丰富。 有一本是这个《戒学三十一种》。 他后装定在一侧。 这个宏耶大师介学三十一种。 宏耶大师的近代。 他里面就引用了欧耶大师的话。 欧耶大师也是研究戒律很有成就的人。 他是我们进土宗第九代的祖司。 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 那么出家界至少要五个比丘传你才能得及。 南宋之后,中国就没有比丘了。 宋元明清,至少有八百年。 我们今天手机、传接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